嘿,我是阿姨,我是阿姨Clicky 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是不是冒出兩、三隻雪人 這邊那麼多雪人就叫這個地方叫做雪人沙脈好了 雪人沙脈好記又好聽 然後這邊依然有雪人在這邊親親我我 上級阿伯壽的時候阿神殺掉了八隻還是十隻雪人 但是雪人在阿神打開這個紀錄檔的時候 又全部蹦回來了 他們就像是...像是植物一樣無性生殖那種感覺 他們是葡萄金繁殖是嗎 就很像葡萄啊或者是...或者是草莓這類的東西 這上級阿伯壽的時候阿神幹掉了幾隻... 喔...幹...這是...屍體 幹掉了幾隻雪人 然後...嗯...Bob們在下方的評論告訴阿神說 阿神,為什麼你不接拿十字鎬把這些東西給挖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地爬上去了 そうですね...為什麼沒有想到呢 所以這次阿伯壽我們就是要照Bob們所說的挖一點石頭 然後嘗試地爬到這山脈上面 這山脈上面有兩個山脈 一個是左邊的山脈,一個是右邊的山脈 這個地方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邊有個箱子 左邊那個山脈就不知道有沒有箱子在那個上面了 不過...我想先拿那個箱子之後 這個山脈以後再說好了 因為...感覺箱子裡面也不會有什麼太重要的...東西吧 呵呵...我們先把一些石頭給挖起來 嘿咻...唉唷...上不去 我們走另外一邊上去好了 上面還有石頭可以挖嗎 嗯...我們繞一圈上去 嘿咻...嘿咻...這邊也有石頭 我們挖這裡...嘿... 自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阿神的跑酷開始變得... 變得蠻厲害的... 呵呵...都給我自己講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啦...自認為我覺得我的跑酷有變強了 有嗎有嗎...呵呵... 還是只有在腎上腺素爆發的時候才會...才會...才會...才會是那樣子 不然平常的阿神都呆呆傻傻的 我還有看到一個BOB在下方的評論告訴阿神說 阿神你的個性好像金秀賢喔 哪有...呵呵... 金秀賢人家那麼帥...阿神...才沒有... 喔...有煤炭欸...呵... 阿神才沒有...才沒有那麼帥呢... 呵呵...但是...傻傻的這一點可能...可能有一點吧...大概... 呵...我們把...我們的石頭填起來... 27塊石頭...應該...可以... 可以讓我爬上去了吧... 蛤...噢... 呵呵...我突然想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喔...沒有錯...是困難...我把它挑回來... 在...上禮拜...不對...不是上禮拜... 前幾天的禮拜六的那個時候... 阿神就是...我把這個地方填起來好了... 這樣感覺起來好怪喔... 嘿...這樣子... 幫你把你的雪塊填起來... 嗯...作者說不能合成東西對不對... 但是我只是想把它...填成布景...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嘿...然後...雪球...不需要待在身上... 我們嘗試著往上面爬... 在...上禮拜六的時候... 阿神...有開台... 就是...用Youtube去進行實況... 沒有聽錯...是Youtube囉... 呵呵...應該很多Bob不知道Youtube可以進行實況對不對... 又或者很多Bob都已經知道了... 總而言之Youtube進行實況的好處就是... 它不會像...它不會像Twitch那樣子...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訂閱人數的時候... 才能開啟你的畫質... Youtube剛開始的時候... 只要你設定完之後...它就可以調整...就是畫質... 所以我只要提供...啊! 呵呵呵...我只要提供... 嗯...嘿咻...我只要提供...720p的話... Bob們就可以直接看到720p...喔...這邊好危險喔... 繞一邊過去好了... 嘿咻...所以阿神只要提供720p的話... Bob們就可以直接看到720p的串流... 所以這就是它的好處...而且...還蠻不會Lag的... 我們應該要電上去了對不對... 嘿咻...嘿咻... 嘿咻... 所以...阿神之後如果Youtube允許的話... 阿神就會開始使用去... 用Youtube去進行實況...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阿神開了一個直播台... 叫做...Doki Doki...Kuruki Live Show... 呵呵呵... 為什麼要叫做Doki Doki... 那是...阿神在RC上面的時候... 呃...問了很多... 那是什麼東西... 有一個集合圖星在空中欸... 阿神問了很多Bob在RC上面... 然後問說...阿神的那個... 新的頻道要做什麼... 結果最後最後... 就變成這樣子了... Doki Doki是心跳的聲音... Doki Doki...Kuruki Live Show... 呵呵... 嗯...裡面有一把鐵劍... 我挖了... 我挖了差不多大半集... 就是為了拿這些東西... 呵呵... 一把鐵劍... 十個... 綠寶石... 麵包... 筋蘋果... 還有一些回復藥水... 跟力量藥水... 之類的東西... 稍微把... 身上的包包整理一下好了... 不然Bob們又要抓狂了... 呵呵呵... 嗯...把雜物放在這個地方... 藥水放在這裡... 食物放在這裡... OK的... 這樣子... 這三個是食物... 藥水放在這裡... 我們買個食物在這裡... 這樣子整齊多了... 對不對... 呵呵... 嗯... 我們現在要往下走... 是嗎... 嘿咻... 小心翼翼... 嗯... 嗚... 有點危險... 嘿咻... 嘿咻... 呃... 另外那個山脈上面有點高耶... 我們光是爬這個地方... 就花了一點時間... 要再爬到那麼高... 有點累... 話說在上集upisode的時候... Bob們也有留下一些評論告訴阿神說... 呃... 金口底下的那個地方啊... 就是... 是社會主線的東西... 然後... 呃... 旅館裡面那一隻羊... 好像是... 好像是... 旅館的店長... 呵呵呵... 好妙喔... 呵呵... 那我們就先告別雪山山脈... 不對... 是雪人山脈囉... 我們繼續朝... 我們... 前面繼續進行... 畢竟我們都已經拿到了... 傳說中的寶物了... 對不對... 這一趟... 覺得已經值得了... 那我們就繼續往... 我們的旅程繼續前進... 這好像小智喔... 要前往下一個村莊了... 呵呵... 嗯... 嘿嘿... 我們已經拿到了道館徽章... 我們現在繼續往前走... 返回格子上... 嘿咻... 喔... 我還以為我又當掉了... 呵呵... 我現在一直很怕進去那個地方... 還記得上集upisode的時候... 阿神不小心闖到一個奇怪的地方... 按下去之後就出不來... 呵呵... 嗯... 喔... 這裡就是... 就是雪人山脈嘛... 所以我們是... 就是... 尋寶去的時候就飛到那個地方... 喔... 這邊也還有一個欸... 這是到哪裡啊... 好酷喔... 這個地方... 這個地形有點... 有點... 那種結合... 結合洞洞的感覺... 結合洞洞是什麼呢... 阿神你在講什麼... 呵呵... 我也不太清楚我在講什麼... 有點像是... 河岸的那種... 那種FU... 那邊有箱子... 哼... 那邊也有東西... 我好想下去看看喔... 恩... 我們現在要去... 我們要先去... 博物館把我們東西放上去嗎... 還是收集多一點... 讓我們思考一下... 恩... 阿神思考中... 我們去... 直接去到下一個地方好了... 吃骰子... 嘿咻... 命運的時刻... 喔... 恭喜你得到再次欣賞風... 懶透了... 呵呵... 我要離開這個地方啦... 我真的是很不懂... 為什麼骰子有六面... 結果可以骰到零耶... 呵呵... 莫名其妙... 呵呵... 您骰中兩點... 喔... 這是什麼鬼地方啊... 呵呵... 我喜歡... 我喜歡小樣那種... 喔... 有東西燒起來了耶... 那是什麼鬼東西... 呵呵... 喔... 這個地方不就是剛剛那個... 幾何洞洞的地方嗎... 喔... 我們是... 這裡是雪人山嗎... 雪人... 呵呵... 喔... 我們就在那個地方... 前面那個地方... 然後這就是我們剛剛說... 不想爬上去那個山吧... 喔... 開始看得懂這個地圖... 長得像什麼樣子了耶... 為什麼那邊... 那邊應該是有什麼東西在燃燒啊... 呵呵... 所以我們剛開始應該是... 在那個附近的格子上... 然後... 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那個... 幾何洞洞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從那個... 那個格子上... 跳到這個格子上囉... 然後... 前面有一個像是... 遺跡... 沙漠遺跡的東西... 嘿... 啊... 我跳起來了... 呵呵... 祝你好運... 啊... 恭喜你骰到了好運... 哇... 有一隻狗跑向了... 水小羊那邊跑過去... 小羊一蠻疑惑著... 看著... 呃... 迎面跑來的狗狗... 說時遲... 那眼... 呃... 那時快... 狗狗張開嘴巴... 黑狗養上水小羊... 哇... 水小羊慘叫道... 呵... 不要洗板啦... 系統敲了槍... 睡小羊很痛... 呵呵呵... 這不是洗板好嗎... 很痛欸... 吐氣... 那個... 狗畜生咬我欸... 小羊努力的想要擺出那隻... 驚咬不放的狗... 我一定要揍他的主人一頓... 犬太... 犬太... 有個聰明跑得過來... 呵呵... 聰明滿臉的笑容... 看樣子... 犬太很喜歡你呢... 呵呵... 喜歡個... 啊... 就在小羊正要大聲抗議的時候... 聲望加了五... 為什麼啊... 呵呵呵... 莫名其妙... 呵呵... 小羊... 愣了愣... 哈哈... 聖陽加了五... 啊... 犬太好可愛啊... 呵呵... 痛... 系統無語的看著前方那兩個人... 隨後緩緩的到... 你不是說... 你要透眠主人嗎... 呵呵... 呵呵... 我剛剛在討論今天的晚餐啦... 小羊... 捂住了系統的嘴... 我們今天晚上去吃個牛排吧... 呵呵... 小羊... 呃... 連拖帶拉的把系統拉得走... 有聲望就這麼實現時... 系統毒娘倒... 恭喜你... 骰到了懷孕... 蛤... 我怎麼一直骰到東西... 換... 土匪吼著... 錢給我交出來... 小羊盯著前方的胸狠的土匪... 怎麼感覺你好像有點眼熟... 兩人對射了一分鐘... 蛤... 齁... 兩個人同事大的叫... 呵呵... 等一下... 是遇到了什麼熟人之類的嗎... 你不是之前那個強盜嗎... 蛤... 你轉職成土匪啦... 這應該是一代的劇情我在想... 呵呵... 想要還沒說完就被土匪打暈了... 呵呵... 啊... 我個毛啊... 錢交出來就對了... 突然看了倒在地上的誰小樣... 因為老子有沒有轉職... 失去... 蛤... 呵呵... 呵呵... 過了不久... 小羊醒了過來... 小羊擺著苦瓜臉... 啊... 你怎麼一拳就倒啦... 系統飄到了小羊旁... 蛤... 蛤... 我沒有昏倒... 我是... 配合情況暈倒啦... 想讓吉利澄清... 真的啦... 不用那種... 廚魚的眼神看著我... 我不是廚魚... 而且我的身上的錢... 蛤... 喔... 呵呵... 我的錢... 土匪... 呵呵... 呵呵... 我要...我要怎麼報警... 呵呵... 喔... 煩欸... 等一下... 啊... 我的...寶物... 等一下... 我的寶... 呵呵... 不能這樣子啦... 呵呵... 那是... 那是寶物欸... 呵呵... 呵... 等一下... 土匪你不能把我的寶物搶走啊... 呵呵... 呵呵... 久等待... 呵呵... 千等待下... 啊... 呵... 呵... 不行啦... 寶物不見了...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收集到全部寶物... 這樣子不公平... 我覺得我要讀紀錄檔... 呵呵... 怎麼... 呵... 呵... 我覺得應該是我剛剛在上面跳舞了一下... 所以觸發到兩次劇情... 所以這樣子... 應該是... 不合邏輯的對不對... 我應該... 經過了好運就結束啦... ちょっと待って... 時間... 暫停... 不行時間暫停... 時間... 時間到了轉... 呵呵... 你們不知道其實阿神是... 那個... 波斯王子... 我有十隻沙漏... 我要回到... 前面前去了... 那我們回去囉... 嘿... 嗨... 我又回來了... 呵呵... 因為沙漏並沒有很多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有稍微往前跳一點... 就是... 我們在兩天下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再一次回到格子上去好了... 齁... 千萬不能帶超過... 千萬不能帶超過兩組... 不然你會後悔... 呦...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麼了... 呵呵... 我們先回到市集這個地方之後... 我們先回到個人小屋... 然後... 我們現在正在下大雨了... 稍微嗶嗶雨好了... 我們把身上的綠寶石... 給先收起來包... 嗯... 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這個先... 收在這個地方好了... 不然之後不見的話... 就可造... 嗯... 可就糟糕了... 所以... 我們現在... 回到格子上去吧... 開始了... 哼哼... 再骰一次... 我們的幸運骰子... 呵呵... 真是太幸運了吧... 呵呵... 喔... 又骰中兩點耶... 所以這是固定的嗎... 這是什麼鬼立法... 欸... 這是固定的是不是... 我又滑在這裡了耶... 所以離開這個班子... 太爽... 隨機獎勵... 不得了... 耐久... 附魔書... 恭喜你骰到了懷孕... 兔子好餓喔... 系統滿臉無辜的看著睡小樣... 少來... 才不會肚子餓呢... 小樣打發抖... 那邊的麵包好香... 不會你要吃掉我所有的麵包吧... 呵呵... 等一下... 剛剛是... 那邊的餅乾超香的啦... 呵呵... 是想要拿出餅乾誇張的肯子... 又是餅乾... 餅乾有媽媽的味道不成... 每天都吃這個... 你這個餅乾控... 呵呵... 系統邊抱怨邊吃著餅乾... 為什麼要吃我... 你還不是吃得很開心... 沒錢沒辦法啊... 而且... 明明不用吃東西卻還是啃掉了一袋餅乾... 喔... 不管啦... 人家想吃麵包... 想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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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要聳奸... 想要無奈的生聳了奸... 此時... 是想要聽見了一旁的村民對話... 嗯... 你看那邊那個人... 他竟然讓妹妹每次吃餅乾耶... 村民很久... 對啊對啊... 難怪一臉雖小樣... 呵呵... 村民逼負荷者... 先忘減少我... 為什麼... 呵呵... 系統... 等等... 他不是我妹啊... 系統... 嗯... 小樣愣了愣... 村民怎麼會在荒郊野... 我還想要亂搞八卦... 這不科學啊... 哥哥... 系統... 呵呵... 人家也想吃麵包... 吼你別來亂啦... 呵呵... 吼... 他現在裝死不認妹妹... 村民也高升到... 對啊對啊... 難怪一臉雖小樣... 村民逼負荷者... 呵呵... 不會再撿聲望了吧... 呵呵... 呵呵... 什麼啊... 嘿嘿... 睡小樣漢炎者... 呵呵... 搞什麼東西... 嗚... 系統依舊... 系統依舊一臉無辜... 呵呵... 好啦好啦... 我們去買麵包... 小樣妥舌了... 呵呵... 呵呵... 好可愛喔... 真的嗎... 系統眼睛發亮... 我要... 這個那個... 還有這個這個... 不捨拿太多... 小樣... 嚴厲的叮嚀著... 然後... 悄悄的問到... 還有... 神話能不能夠加回來啊... 嗚... 系統滿嘴啃著麵包... 不捨得拿下幾個... 先付帳啊... 呵呵... 所以... 聲望了欸... 欸... 呵呵... 這就像是之前看過的一個電影叫做... 是時光之氣嗎... 整元機不管你是... 呃... 回到多久之前的過去... 永遠該發生的衰事就是會發生... 畢竟我們一臉... 衰小樣... 呵呵... 好啦... 這裡是哪裡... 我們看一下喔... 呃... 前往市集... 然後...這裡是... 查看成就... 這會掉下去嗎... 不會... 失誤招零... 喔...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那個遺跡對不對... 那個... 很像... 很像那種... 希臘神話的遺跡... 外面還有東西欸... 哼... 我們回到外面看一下好了... 那... 這裡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喔... 有欸... 可是感覺下去之後就上不來了... 要下去嗎... 那邊是什麼地方啊... 玄寶區... 玄寶區的話應該就是... 隨機傳到其他地方...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東西好了... 畢竟前面幾集都是去尋寶的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是... 啊... 我還以為我要掉下去了... 呵呵呵... 前往競技場... 競技場是什麼奇怪... 啊... 不會是前面那個地方吧... 我們去看一下... 嗯... 看一下喔... 挑戰女巫姐姐... 感覺好... 感覺好可愛喔... 女巫姐姐... 挑戰... 超仔豬豬... 挑戰... 抱怨的觀眾們... 呵呵... 為什麼會喔... 這是... 不得... 呃... 布伯嗎... 好難唸喔... 布伯... 每次都會不小心唸成Bub... Bub伯是好Bub... Bub伯是壞Bub... 挑戰... 水魚的朋友們... 然後... 做了一次... 暗殺Zombie... 感覺好酷喔... 三隻小豬... 酷酷雙重奏... 奇蹟三騎士... 蜘蛛王... 然後... 啊... 挑戰書指南... 看一下上面寫什麼好了... 好酷喔... 這是競技場是不是... 來挑戰更強的怪物吧... 每種怪物都有自己的特性... 只要好好掌握就能夠得勝喔... 呃... 競技場的過關方式... 為... 三十怪物... 後按照... 四個... 柱子... 以紅藍紅藍的順序... 踩著十字的壓力板... 接受觀眾們的賀彩四次... 便挑戰成功... 以下為怪物介紹... 喔... 我們先不要寬怪物介紹... 我們先看我們要打哪一隻好了... 好有趣喔... 這邊好多種不同的怪物... 這樣子好了... 恩... 給Bub們選... 我們等一下... 下一集Upisode要... 就是挑戰的怪物是哪一隻... 然後我們就看那隻怪物的... 恩...怪物說明... 那這邊有好多隻怪物... 再看一次喔... Bub們想選什麼... 把你們想要選的怪物留在下方的評論告訴我... 我們下一集Upisode就挑選... 最多最多最多們... Bub們選... 恩... 選的那一隻... 恩...怪物... 我剛剛... 哽到我的口水... 呵呵... 第一個是女巫姐姐... 超仔蜘蛛... 超仔蜘蛛... 然後... 暴怒的觀眾們... 雪魚的朋友們... 暗殺裝備... 三隻小豬... 然後... 酷酷雙蟲咒... 奇蹟山騎士... 還有蜘蛛王... 那... 這集Upisode差不多就到這裡囉... 如果Bub們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不要忘了在左下角... 有喜歡在左上角訂閱... 隨時錄影片頻道... 隨時跟蹤影片動態... 我們下集U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看... 右上角... 是阿神最近拍的新系列... 灰色庭園... 一款日式RPG... 還沒有看過嗎... 還在等什麼... 按下右上角... See you guys... 掰掰... 我們下集Upisode再見... 我們下集Upisode再見... 我們下集Upisode再見...